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難道要派出雷根號來保護裴洛西嗎 雷根號航母打擊群重返南海 事實上這個 在裴洛西可望訪台的消息出來之前 雷根號就已經在這附近了 那麼登據大陸的智庫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就說 雷根號還有他打擊群 有包括飛彈驅逐艦西金斯號 以及飛彈巡洋艦安提坦號等船隻呢 在十三號的時候 是先進入南海 進行海上安全演練雷根號 後來十六號到以西的海域呢 十七十八號逗留在萬安灘附近 一直預計七月下旬 會在越南縣港附近的港口訪問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中間 二十五號是結束新加坡的訪問 那一旦二十六號晚上再度 駛入南海的話 是不是接著就要去越南 而如果真的到了越南縣港之後 有沒有可能就在八月 可能因為裴洛西要來 就要來靠近臺灣海峽了呢 雷根號的動態是備受矚目 請教介大使 雷根號事實上的話 他的母港是恆虛赫 所以他大概活動出沒地點 就是在這一帶 他大概他各有各的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好巡防的地方 不會掉太遠 因為美國有在五大洋 七大海通通有他的艦隊 所以各手各的各手各有地盤 那每次來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西太平洋 我們這個亞太這一帶 那大部分來的就三艘 一個是雷根號 因為他從這個日本 恆虛赫直接下來 在這一帶 另外來了兩艘 我們大概都耳熟能詳 林肯號 然後一個卡爾文森號 林肯號跟卡爾文森號 基本上都在善地亞哥 在加州 所以他從那邊過來的話 所以他們常常要換航 所以常常有時候雙航母 有時候正好是 譬如說卡爾文森號過來的時候 他在這邊 在這邊遊走兩三個月以後 要回去了 然後正好那林肯號來 所以他們就會來個雙航母演練 那雷根號有時候會在這個 這個他我的印象 這一兩年他不太出港 他出動的時間是比較短的 大部分在我們 因為我們比較關注我們這個台海 周間海域 大部分不是卡爾文森 就是林肯 那最近這個雷根號 比較活躍一點 那可能是大修完成 因為這種航母 他是一大修的話 都是幾個月 甚至半年 而且他也不會說 經常在海外遊蕩 因為因為這個 他艦上的官兵 這些都是 譬如說你今天在橫鬚赫港 五千個美軍官兵 他們家屬什麼應該都住在日本 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裡面 因為日本在日本是美國的軍事基地 幾十年了 日本的美國美軍設施非常完備 有他們的學校系統 有他們的這個居住居住器 有他們這個福利設系統都有的 所以他出來可能就三個月就回去了 那我覺得這一次雷根號下來 基本上他是等於說例行式巡航 例行式巡航 那麼正好碰到培洛西來訪 臺灣這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有一點點 正好被聯想起來 就好像感覺是剛好可以被賦予 這樣的任務 對 不過就是說 就美國航母 如果說要在這個區域裡面 直接進入跟中國大陸進入 戰 戰 戰備的型態的話 那基本上是他們的大機 因為說實話 他們如果說真正要有衝突的話 你中國大陸現在東風系統的話 真正有佔據的話 他們很可能都逃不出這個東風戰 東風飛彈的控制的範圍 如果真的要把他這個進行攻擊的話 那他們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東風這些系統的這個飛彈 基本上是超高音速變軌的 那這個目前為止的話 是很難攔截的 所以是不是要在這樣突然的情況下 進入戰備的狀態 甚至這種準戰戰戰戰戰戰的狀態 我想美軍會很緊張 這也是Milli他們都很緊張的 是 所以意思叫勸服這個裴洛西 對 應該是說真正有危險的時候 他們會把這種航母先掉開 還不要放在這個打擊範圍裡面 反而避開 對反而避開 因為事實上危險性很大 所以美國說他這個什麼東西 就要出動航母 就要出動這個航機 美國的媒體是這樣報導的 我覺得我覺得那是看對付什麼對象 你如果對付一些這些南太小國 或者你對付這些這些中東 或者說是東南亞的國家的話 這個可能他會用這個戰法 你面對這個第一個這個整個這個導彈系統 這麼完備的 各種距離射程都很完備的 而且是超高音速導彈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有這個實力嗎 我想他基本上是應該往後退 而不是把他的這個航空母艦推到第一線 否則稍有不慎的話擦槍走火 而且可能還會去折損到他的航艦 而影響到 衝擊到他的國防實力 怎麼算 可能都覺得滑不來吧 是這樣看嗎 老師 美國的總統出行 航空母艦一定會先行 眾議院議長不會 但是這個事件已經變成需要 因為這個事件已經就是北京 有這樣子的軍事上的這種警告 軍事行動 不排除 但中美之間不會 當然更不會 因為這個事件會發生直接的衝突 雙方都很清楚 是 可是會不會有軍機扮飛 一定會來自於解放軍這邊的 那美國軍機這邊怎麼可以不扮飛 對不對 因為佩洛西應該是在八月初 會先到東京 然後如果要來臺灣 就直接東京飛臺北 松山機場 因為他做的一定是這個軍方的行政專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這種 scenario 都已經在準備了 軍機扮飛 美國在就是不管是普天間 還是加索納的空軍基地 以及也許在雷根號 雷根號現在進入到南海 然後說不定在八月初的時候 就剛好可以趕到也許台海的這個區域 可能比較靠這個沖繩的這邊 那因此這些相關的飛機 一定會扮飛的 就是這個佩洛西的這個飛機 那進入到差不多 臺灣的這個ADIZ的時候 可能就會離開 然後也許當然不可能會進入 臺灣擬空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對 那我是覺得雙方的軍機都會扮飛 Paris的坐機 那但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那最壞的打算是 如果發生意外事件 或者是說這個大陸這邊 採取更激進的這個做法的時候 美國的因應是什麼 你如果沒有因應的話 這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說美國的這個雷根號 航空目前剛好在這個區域 他一定會在這個附近 在也許在他的這個飛機的航程的範圍之內 他可能等於是一個姿態擺出來 所以他這個航艦可能到了這裡 然後艦載機就可能會起飛嗎 也許是艦載機 也許是就是在沖繩的 美軍的空軍基地 因為他在那邊有兩個空軍基地 或者是我覺得應該主要是 沖繩的空軍基地 但是如果需要的話 他這個航空母艦當然必要的 因為我是覺得已經到達這個層面的時候 美軍一定會把姿態表出來 這個不擺出來的話 其實第一個對自己國內媒體也在看 美國媒體也在看嘛 對不對 所有外國媒體也都在關注 所以呢 然後呢 其實這個解放軍也在看 對不對 對 這根本就是相互在擺一個姿態 然後呢 就是說你擺姿態 我也要擺出來 我會不會被你嚇走 但是呢 彼此都知道那個界限在哪裡 應該不會真的發生任何的這個衝突的事件 是 但這兩個核五國之間不太可能會因為這個事情 直接發生衝突 然後在周圍的國家也在看啊 當然 日本 韓國 日本 韓國都在看啊 對不對 日本 韓國也在看 Perossi會不會真的來 他如果不來 這個對兩國也是一個一個訊息 尤其美國也許會被解讀 或在北京的壓力之下 他說服了Perossi不來 那外交層面的人可能會收一口氣 那軍事層面的人可能會覺得 這個可能真的也就是一個消長 那但是如果他真的來 外交層面的人就會緊張 因為這個代表雙方的這個對峙的形勢 越來越嚴重 那軍事人更緊張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這個比較的話 這個天平的兩邊 他來真的會造成最大的影響 我簡單一句話 其實最大的輸家會是台灣 兩個大象在吵架 我們中間的小草 你不被踩死 你旁邊的土地也被踩硬了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我們的周遭 不管是整個情勢 兩岸關係 甚至軍事的這個兩岸的軍事的這個空間 都會被緊縮 都會被緊縮 那我們臺灣得到什麼東西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更應該 尤其是反對黨現在的政治人物 更應該從臺灣的利益 兩岸的和平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不要過於民粹的說表達歡迎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比較沒有展現真正的深思熟慮 對但我們撇開裴洛西的因素 其實雷根號已經被關注到說 他來在這邊附近繞行 那麼是不是真的越來越密集 或者是越來越頻繁 這是值得關注的 因為有可能是不是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繞行 把他弄成一個常態 因為畢竟有志 你看當這個美國一直不斷地強調 中國威脅的時候 那中國也在緊盯著美國的動態 那麼美軍如果一旦是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也構成了這個區域 不穩定的一個因素 他也構成了所謂的一種威脅呢 那像尤其像這個雷根號我看到有報導 就特別強調了說 要去越南縣港附近的港口這件事情 說這越戰以來的第三次了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是要做給越南看的囉 要越南安心嗎 說有我軍 美軍在這樣子的一個含義嗎 那更不用說之前 其實在跟新加坡都是一個固定 而常態的一個軍事方面的一個合作 你的什麼解讀呢 我這兩天在大陸的軍事網站上面 就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是雷根號 從七月十二號一路到七月二十二號的路線圖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是 最右邊這邊是七月十二號 記不記得七月十二號 我們大概上上個禮拜 我們頭條開講在討論的主角 不在這裡 我們主角是班福特號 記不記得 上上禮拜 然後我們在討論班福特號 那時候往北走 然後剛好 你還記不記得 有一艘大陸的山東艦 穿越臺灣海峽 那我們那個山東艦也跟著南下 然後兩邊還會合 可是那時候雷根號其實已經在了 已經在南海地區 然後你看喔 現在整個大陸正在討論的一個點 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所謂的那個滑行的 就是那個繞行的這個點 有沒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突然一個turn 一個迴轉在這邊 就在這個地方 是 這個圓圈 他在那邊停留了一下 十六 十七 十八號 裴洛西金融時報就報導 說他要來臺灣 然後他就開始緊接了 就是所謂回去了 照理說他的路線應該是北上 結果他竟然要回去了 所以這個路線 最近大陸的軍事網站一直在討論 那跟裴洛西這個新聞出來 是不是有相關 所以把雷根號也討論進去了 現在雷根號的這個動態 都大陸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這張圖 蠻有意思的 但你剛剛講說有相關的話 按我們解讀的話 說應該是要更靠近臺灣這邊來 可是他你是說一繞彎了以後 反而回去了 離得更遠 然後他是往新加坡走 所以大陸的網站 現在軍事網站在分析 他們把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然後跟新聞事件都fit上去 他們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當裴洛西這件事情 照理說雷根號應該是東北 往東北角上去了 對不對 如果按他正常的演練路線 但是他竟然是回了 為什麼有這個turn以後再回了 所以他們在想說 會不會是早就已經照 裴洛西要出訪的消息 或者是要曝光了 所以奧斯丁後來才會說 我們國防部早就跟那個 國會跟拜登報告過了 所以他turn的時候是十五號 十六號 然後七月十八號 金融時報才曝光這件消息 那這整套是不是早就都已經 大家都已經算好的 格外的令人萬畏 所以就變成說 萬一接下來發展是什麼 接下來看 他們又在看 那山東號現在在哪裡 遼寧號現在會在哪裡 如果八月份 按照這樣子的演練路線圖 會不會是就剛剛那個街大師講的 兩艘 再加上兩艘 山東 遼寧 再加上這個那個雷根號跟林肯號 那大家就在這邊會啦 那是不是就增加了 臺海的那個議題 那對於要炒作整個臺灣 這個兩岸臺海危險 中國威脅論 那就上升到了最高點了 好 不過呢 當然現在這個都是在高調的 在渲染著中國威脅論 不就是美國嗎 那麼現在呢 你看到印太二十六國防長 那麼大家齊聚一堂在協商 那麼當然主軸 美國就是鎖定在應對 中國崛起這件事情 這個防長的會面 中國有獲得邀請 不過後來是拒絕出席參加 美軍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密立 他說這次的會議 就是鎖定在中國崛起背景之下 整個局勢 還有維護自由開放的太平洋地區 確保印太的和平穩定 而且是要促進印太 基於規則的秩序 當然這個裡面很多的國防部長們 同意可以增加小型的橫向訓練演習的複雜線 還有他的頻率 訊息大家可以增進共享 增加隊伍的多樣性 可是整體來說 大家就關注的是說 美軍還要再多做一些什麼呢 因為美軍最具有國防實力 可是當被問到說 請問一下是不是要加強在印太地區的一個軍事部署 軍事存在 結果呢 答案是還在考慮中 介大使 我想這個其實才是關鍵嘛 而且那你說這樣子開一場會 他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感覺像是一個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題目不是很學術性嘛 對不對 就是說軍事也有很多學術性討論會 是 他是 就跟那個 現在比較流行的論壇 像新加坡的這個 這個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會對話 中國大陸也有舉辦 有 這次就有去參加 叫香山會議 因為當時為了感覺有點 要跟香格里拉對話 這個做一個 做一個分庭抗禮 中國大陸也舉辦香山論壇 所以這個又變成這個二十六國 這些其實跟真正的聯合軍事行動 是差距很遠的 對啊 這樣美國等於說當東道主 我想一定是美國出來組織的 那這個會場是在澳洲 在雪離開的 所以基本上我想基本上 還是美國的這個這個起心動念 對 那當然他他一開始一定有邀請中國大陸 就跟這些防務這種安全論壇 像香格里拉什麼 過去曾經長期都希望中國大陸參加 是中國也不願意參加 中國大陸是有一段時間降低參與的這個層級 他部長去了 後來又不去 然後去 那就是說這樣子會議的話 我想就是說大家對於共同的議題 最主要是這個議程的設計 是 我想這種國際會議 最主要就是那個 agenda 你怎麼設 那其實他就在設定一種假想敵 在設定一種風向 就是一種帶風向的會議 對 那是美國人主導的話 他就會讓人家知道說我美國人在這裡面 我怎麼樣認清敵友 因為國防的問題 比這個政治還更直接 政治都要先搞清楚 誰是朋友 誰是敵人 那國防更是其然 對 所以我想他在這邊 主要是炫耀美國的政策 那從這個題目上來看 就是把很多國家的防長找來一起聽訊 然後對 我想也很難開誠不公 或者說大家敞開胸懷 各把自己的心理話都講出來 不過就是彼此去看看對方的立場 那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的反應 好像也就是應付應付你了 我想這種你美國下五菱鐵 發五菱鐵 你大概不去的可能性不大 都還是要去 都是要去 可是你說會議常常開 國際間會議常常開 最主要就是說 你有沒有產生一個成品出來 成品 你如果說有一個共同宣言 有個聯合聲明 你有或者說一個什麼樣子 大家有一個具體的話 那個會議的話 大家就很小心 對 那就看你的成品是什麼 如果說何各言而至 對不對 大家來這邊還要灑灑口水的話 那也就是大家何樂而不為 是 對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現在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四處搞這個拉團夥 用團夥的力量 給這個中國大陸施壓 是 就是這樣子 是啊 而且楊老師 剛剛我在講 這個介大使也提到 這是在澳洲選離開 那你說以澳洲來說 他現在就巴不得美軍能夠再加強 這附近的部署軍事 那麼或者是說軍事的存在 可是美國方面想得很多 而且都常常說是要再考慮 那麼讓人就不禁質疑說 你到底有沒有實力 你要再多加多少的經費呢 你有辦法嗎 還有你要多加多少的人事的部署呢 你可能嗎 結果現在果不其然 我們看到就是開完這場會以後 沒有什麼特別的重點 而且所謂的這個太平洋威懾行動 看起來也應該要再加強 那結果這個加強版 對 對於中國大陸指控 有加強版 因為看到他們的這個防長 軍將 將領 都說這過去五年到十年 中國這邊的威脅頻率又增加了 更加的密集了 有什麼侵略性 這樣的字眼都用了 可是講了個半天 也沒說要怎麼做 這個是環太平洋軍演的二十六國的 國防部長 或者是軍事首長的這個會議 那這二十六國不是全部都是美國的軍事同盟 美國的軍事同盟 在這個區域就只有日本 韓國 澳洲 那韓國的美韓軍事同盟 他的主要的目標 其實是針對就是北韓 朝鮮 那因此在整個這個太平洋 這個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當中的二十六國 其實大家其實也都各有不同的想法 美國當然不會放棄這次的機會 這叫精神喊話 精神喊話 也就是要把自己在這個區域的這個立場地位 甚至接下來要採取的這個做法 以及主要的針對的這個對象敵人 把這個都精神喊話講出來 確立 要讓大家感受到美國在這邊還是有承諾 還是願意就是說擔負維持這個區域穩定的 主要的軍事存在 是 那他會不會加注一些軍事存在呢 很難 因為美國在整個西太平洋的這個兵力 大概是他全球兵力的百分之八到十五 是 要增加嗎 很困難 駐韓美軍 駐日美軍以及關島 夏威夷都遠了啦 對 對不對 那澳洲也都遠了 所以呢 他就要幫澳洲透過AUKUS 要給他八艘 賣給他八艘 這個核子的核動力的潛艦 對 這是純粹的核武器擴展 對不對 他也某種程度的在對日本施壓 一方面是軍事預算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很微妙的 還是在也是一樣跟AUKUS一樣 你是不是日本也買這個核動力潛艦 但是岸田 岸田政府是很清楚的 他在媒體上清楚說 我們還有很多別的事要做 不先不談這個東西 是 是 那因此我是覺得美國在這邊 是有這樣子的心 但是這個利失不上 那他有沒有這個利 他有這個利 你不要誤會 他是八千億的 這個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很高的 那比中國是多了兩倍多 對不對 中國大陸只有三千億嘛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就區域而言 西太平洋這個區域 他要加也加不進來 你能夠五艘航空母艦同時到這個區域嗎 我覺得很困難 不要說美國十一艘航空母艦能夠同時有五艘航行那個在運作嗎 因為很多必須要進場維護嘛 是 所以這個是他在受限於這個區域 那駐日美軍他也沒辦法怎麼樣的增加 他甚至現在在就是沖繩的這個海軍陸戰隊某種程度數目要減少到 就是把他移轉到這個關島 那關島他現在是可以再做一些這個新的部署 但是比較是防禦性的 所以我是覺得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然後在這個區域他其實面對的是的確確比較有點消長的 但是他有這個力量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話 他是可以做這個援助的 可是但緩不計及 那美國最近的那個昆西研究所這個報告 就講的是這個東西 是 他就說美國應該採取到戰略收縮 是的 把他移到第二島嶼鏈之外 對 然後維持在這個區域 像臺灣 日本的這種就是說 抗拒的能力採取刺衛戰術 但是也維持就是說受到攻擊之後反擊的能力 那這個當然一切都是以嚇阻 真正的這種軍事型衝突發生 那這樣子的情況我覺得我這二十六國的這個 他們難道不了解嗎 他們當然都了解了 是啦 所以是不是也因為這個所謂的戰略收縮 我想之前我們在節目當中也討論過 一收縮也要趕快就喊得更大聲 要展現出我仍然還是有承擔這兒的責任 以及我的決心 這是美國現在要強力的表態 可是中國大陸的做法不一樣 要跟這些東南亞國家要好好的來持續經貿合作的推進 中國還有印尼元首會晤之後 雙邊承諾擴大經貿交流 而且強調就是命運共同體 生命共同體 簽一帶一路跟全球海洋支點 這個構想合作諒解備忘錄 那麼當然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有強調的幾個重點 包括說雅萬高鐵 這是旗艦項目要持續推動 還有就是區域綜合經濟走廊 以及兩國雙元計畫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區域綜合經濟走廊 其實在二零一七年 當時是由印尼自己提出來的 希望能夠加大投資 吸引更多的就業機會 以及兩國雙元 其實還是中國大陸跟這個印尼方面 是有包括工業區還有這個經貿共同的 這個加強投資的合作園區的設置 是在中國大陸的福州 所以這個有志 這看起來就是說這種合作的項目 是非常的明確而具體的 甚至說雅萬高鐵到底怎麼做 什麼時候通車 都把這個時程定在明年的六月 說要能夠實施運營 中跟印尼的合作 除了經濟上 還有條件上的談判 我覺得還多加了一點人 跟給面子的那種感覺 其實你看這兩個 包括一帶一路 就是海上絲綢 還有那個所謂什麼 那個那個海上支點 這其實都是各自 這個是習近平剛上來的時候 提的第一個意見 那個時候印尼就買單 那後來印尼這樣 現在這個總統上來之後 他提的第一個也是海上支點 中國也買單 全球海洋支點 全球海洋支點 這個有一種就是說 你是你剛上來的時候 你提的東西 我有支持你 你後來剛上來上來 我也支持你 但是雖然從二零一三年到現在 也過了快十年了 但是雖然沒有前面應該 應該很多的枝枝解解嘛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進展 但是現在就在世界大國博弈 然後印尼有G20的議題的時候 是不是剛好就用得上了 剛好這個議題都端上來了 雖然這十年來真的是跌跌撞撞 一下子印尼裡面的排花 然後覺得說這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在亞灣鐵路 中間也隔了有一些 有一些糾紛跟時間 可是現在端出來就很漂亮 剛好就是我現在中國跟印尼 就藉由亞灣鐵路 藉由海上絲綢之路 我們兩個可以走在一起 然後最後把那個兄弟兩岸命運共同體 然後昨天我不是講端出來 這就是剛剛我昨天跟跟剛剛 介大使講的agenda setting 你不覺得很像我們節目要進行之前 那個走各位到處去re稿 好像跟介大使講說 你今天要講什麼 跟楊老師講說 你今天要講什麼 那中國我已經確定 今天要講這個 那我們亞灣鐵路也可以端出來 我們一代路什麼都可以端出來 我們很漂亮在這個舞臺上 可以做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也可以在G20的國家當中 作為一個示範 示範的作用 我跟東南亞這麼合作的 是 你們要不要跟我們這樣合作 還是你要去跟美國 去跟俄羅斯 俄羅斯那時候來談的是 俄物怎麼協調 每個人端出來的菜 比如說今天我要來這邊講 這一段 我要講什麼 是不是很多來賓也會說 我會不會比不過介大使 那個我是不是太薄弱了 這難免在論述上會有互相 你說在國際舞臺上 這些國家會不會 中國如果跟印尼談的是 這些建設跟我十年來 我們的交往 交情 其他國家比上去 那條件就有個比 就大家就互看嘛 就他做了什麼 他們在合作些什麼 然後看起來好像不錯 賺了不少錢 那我也想 中國外貿部 最近不是也在搞這些 上個月才剛通過越南的流連 幾萬金直接就通過了 是 然後他附帶的條件 跟臺灣條件一模一樣 當年不是我們條件 也是因為只要沒蟲就好了 你只要能夠你的上游告訴我們 沒有這些什麼有機的危害 什麼基因改造 那我們就會讓你進來 臺灣當時就是個條件 上個月那個越南的那個幾斤 好像是三千四千多斤 那個流連直接就進去了 那照這樣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是對臺灣的水果越進越多 越進址越多 反正把這個量給誰 東南亞國家是越進越多 是進口的進 這是啊 大使點頭 這個 我在東南亞服務過 是 我跟你講東南亞的這個 這個 尤其水果農產品 太具競爭力 他那個氣候 那個熱帶水果 就是說 以前我在曼谷 我去買了一袋三竹 是 那買了一百塊錢 那個袋子差點提不動 就是他 對 一百塊錢 真的是你會覺得那個 就是每一個都非常好吃 對 那就是說 甜美又多汁 然後他除了這個 榴槤 山竹 鳳梨 你想到熱帶水果 他全部都有 而且價格非常便宜 他氣候 這個氣候環境很適合 那中國大陸 事實上 中國大陸本身 也有很多水果的出產地區 譬如說廣西 還有這些海南島 那廣東也有自己的水果出產卷 可是他如果要開放 東南亞的水果進口的話 那東南亞水果可能的競爭力 在中國大陸是非常強的 那其實基本上 開個我們臺灣的農產品 基本上就是有這種 有這種透過ACFA還特別開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早期一些這些都是基於兩岸關係 友好的這種情況開的 對 那並不表示我們的產品 真的在那個大陸市場有極高的競爭力 你真的要講的話 要以水果的競爭力來講 我們當然不是滅我們自己水果的威風 可是你要整體來看 東南亞水果 真的是很有競爭力 那中國大陸如果開放它的市場 讓東南亞水果進去 我都懷疑中國大陸本身的水果業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氣候關係的話 中國在華南一帶 大概水果跟東南亞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荔枝 是 這些鳳梨 這些比較熱帶的都有 可是中國大陸他 可是他要開的話 以中國市場之大 對 那對東南亞來講 是很大一個 很大事 當然是很大的商機 就稻米來講 泰國的香米 真的 就在泰國吃 特別的香 那個香米 真的是非常高檔的 可以這種稻米 那對於大陸市場來講 消費者也多了個選擇 對 所以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基本上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講 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市場 是啦 那你說歐美要在東南亞這塊地方 跟中國競爭 長期起來是必輸 為什麼 因為這個關係到你的地緣 中國的東西基本上 對不對 而且在東南亞每一個國家 經濟裡面的主力都是華僑 是 華人主力非常強 這個中間的互動 聯繫 是根本有數百年的關係 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說真正要進行的話 你只要政府之間的關係 能夠都好 都給他擺定的話 你說在民間的互動 互動的話 那個沒有一個外來的日本人好了 韓國人也好 在這種市場上 他不佔優勢 是 中國人佔優勢 尤其東南亞的市場 所以就是看你要不要 要不要看 那如果我看這個亞萬鐵路 我覺得就是說這條鐵路如果成功的話 那就替中國的整個的高鐵 這個產業找到一個很好的櫥窗 對 然後他會有後續的服務 然後從這個萬籠 再繼續到市水 你看還有很長 這裡 對 因為他預計還要再通往這裡 對 我記得是四十三億 大概四十三億美金 就這麼一段 一百三十多公里 可是問題他可以開到 你如果一輛中國的這種高速鐵路 如果在東南亞 他給你飆起來 飆到兩百五十 兩百五十公里 一小時的話 東南亞是震動 是 對東南亞人來講 是一種極大的震動 把他的國家的速度 一樣提升了兩倍 對 對 你去看東南亞哪一個國家的鐵路 是 是真正很現代化的 基本上都是殖民時代留下來 就停在那邊 對 他們自己的那個方面的進步 是很有限 是 那這條這條鐵路進去 我覺得如果說有一個 中國的這個復興號 在瑪雅萬榮之間 以兩百五十公里的這個速度 行駛的話 對 我覺得那個震撼之大 而且對於這個周邊國家來講的話 那個那個影響也是非常的大 對啊 而且講到您剛剛講 這個雅萬高鐵 撇開這一條鐵路 不說 其實我也注意到 就是這個由大陸的企業在Croatia 然後他蓋了一個通南北的一條大橋 那這個橋對他們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大橋 很重要的一個交通建設 這個元首都親自來參與 要看看放煙火 場面盛大 那事實上這個其實其他的歐洲國家也在看 那到底是要怎麼看 是看羨慕的嗎 還是在看是感覺威脅的呢 這個這個東西 這個基建的部分 我認為這二十年之間 中國大陸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為什麼你知道 他這個他這個這個雅萬鐵路的時候 他開始的時候徵收土地有問題 徵收土地剛剛有些問題 可是差不多解決的時候 中國大陸他不是說 只有只有拿幾張圖紙去 他是整個照鐵路 照橋 磚山洞的 整個的機組全部到位 那全部到位的話 就表示這一方面 他的建設的能量 建高鐵的能量 是非常充裕 你今天你要找歐洲來講的話 他可能跑去接一個外國的案子 他可能他要去買一些基建 他去買一個什麼磚山洞的那種 以前我們叫大約翰 他可能要買一些基建 是 那個基建 工程的基建 也是也是很昂貴的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這些工程的基建都是現成的 是 因為中國大陸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在中國大陸四橫四重的鐵路 那麼多基建 用基礎建設交朋友 不僅是中國大陸要跟東南亞國家 來加強這方面的合作之外 那麼現在連大橋都能通了 也要靠路器 所以克羅埃西亞 剛剛大使沒有提到 這個其他的歐洲國家 那麼他們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歐洲 歐洲過去歐盟出來反對過 尤其第一次在歐洲 修這些基建的時候 歐洲認為是一個恥辱 恥辱 他覺得怎麼可能讓中國的團隊 來我們歐洲修路 因為他不是歐盟的 也不是歐盟的 他們的觀念說 這些事情是我們歐洲人來幹的 怎麼現在中國人來幹這種 這麼高級的這種工程 所以他們是一種優越感 可是事實上的話 中國大陸在這個前南斯拉夫的地區的 這一些關係 甚至深於歐盟跟他們的關係 雖然地理上隔得很遠 可是這種中間的這種互動 那個可能比歐洲西歐的國家還密切 所以當中國的那個時候的基建團隊 我在五六年前看到 當時歐洲是一片嘩然 覺得不可接受 不可思議也不接受 可是現在不是都修了嗎 對啊 而且都蓋好了 都通車 匈牙利到克羅埃西亞 這些他們這些很多工程都已經 都已經就位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還是 這個都是還是要靠硬底子 你有這個能力 你可以修得又好 然後價錢又比人家競爭力的話 那這市場遲早還是你的 好確實如此 好不過接下來這個導播 請給我們下一張 那我們要來請教這個楊永明老師 最近我們注意到日本端出 這個二零二二年的防衛白皮書 那麼其中有把臺灣的議題 從中國章節之中獨立 還明確地表明 臺海局勢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於世界的 和平很重要的 但相關的內容比去年倍增 而且還有新增分析 俄烏戰爭的章節 那在這個裡面 還有詳述中國可能的 對臺作戰方針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日本如果防衛預算 再提升到GDP百分之二的話 就會變成十一兆日元 變成世界軍事預算 第四高的國家了 那現在做出這樣的一番 這個防衛白皮書 像這個大陸方面也已經有表示反對 他這強烈的意見了 那老師您怎麼看呢 臺灣獨立章節 其實從去年就開始了 那去年只有五頁 那今年是有十頁左右 所以就加倍了 過去防衛白皮書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會出就是中文的翻譯 簡體版 簡體字版 然後英文的翻譯 甚至英文一本 過去其實是我們大概瞭解 東亞各國軍事的這個進展的 比較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日本這方面的這個研究調查 其實做得很綿密的 那但是過去 他比較像是一個事實陳述 那談到自己的這個防衛政策 以及談到這個區域的 不同的軍事的情勢的變化 那當然關注的 還是在北韓 朝鮮 那這次也是一樣 以及這次就增加了 就是俄烏戰爭 俄羅斯的這個影響 對日本周遭的這個軍事環境 尤其是這幾個月來 俄羅斯的一些軍艦 以及針對北方四島的這個態度 那除了這兩個 就是朝鮮跟就是俄羅斯之外 那他現在當然針對中國大陸 整個就是軍事的轉變 我覺得那個那個態度 就越來越清楚了 也就是說從這個防衛白皮書 看出來他的態度 變成比較針對性 或者是說警戒 那個警戒的態度就很明顯 而且相當的針對性 從這裡面幾個部分 從東海到釣魚台 到就是南海 南海他談的是就是說海上安全 以及台海議題 那這個就是說除了事實的呈現 軍事的這些部署的轉變之外 他的態度 警戒的態度也越來越清楚 因此他也如何強調說加強美日安保 至於說軍事預算 我覺得現在是五五點四兆日元 二零二二年換成美金是四百七十億 大概不到四百七十億 因為現在日元在扁 然後大概是將近一趴 如果double的話 那就真的可能到九百億以上 九百億美金的話 現在就是排名第三了 美國是八千 中國是三千 然後現在的第三是印度 應該是八百 所以現在日本大概排在第四 第五這樣第四的這樣一個層面 那英國排第五 就是說當然你看一二跟這個二 跟三之間差別蠻大的 所以他就算是九百 其實跟中國大陸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可是你想想看 當他的預算double的時候 他增加的不是人 因為自衛隊現在找不到人 自衛隊平均的年齡非常高 應該都已經是這個三十多 快四十歲了 那年輕人呢 到哪裡去了 找不到 他現在透過很多的電視節目 做自入性行銷 然後找一些藝人 搞笑藝人 到自衛隊的各個基地來參訪 然後甚至去做模擬 職業做到軍機等等之類的 你大概一個禮拜會看到一次 兩次的這樣子節目 他不是在做廣告 他根本是在節目裡面 自入性行銷 那但是年輕人不願意去自衛隊 是 那個這次暗殺 就是刺殺這個安倍的 那個山上側野對不對 他就是這個應該是高中畢業之後 沒有什麼工作 做了一兩年 然後進入到自衛隊對不對 所以然後一段時間 他也就離開了 所以他學到了怎麼去改造槍枝 但是他其實心完全不在自衛隊 他如果繼續在自衛隊的話 其實情況會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日本人沒有辦法 太快的這個增加 那當然就有增加什麼 設備啦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設備 因為他四艘輕航母 他叫直升機載巨艦 伊士 加賀 這個出雲 日出 那這些日向 然後目前已經有一艘 就去年這個四艘落就是F35B 應該是加賀號 大概可以有八艘 八架F35B 可是你就算這四艘都做出來 其實也比不了中國大陸的一艘003 因為各自都是小型輕型的 他大概都是搭配著美國的航空母艦 比如說那根號 如果出任務的時候 在旁邊這個等於是做後勤補給啊 或者是這個伴隨的這樣子的這種角色 他會不會再做別的增加呢 所以現在日本的政治任務 有一些就開始說 我們要買核子動力潛艦 或者是我們要現在部署中層彈道飛彈 美國的 中層彈道飛彈 幾乎沒有人在跟隨 只有日本自民黨的一個 就是智慧官出身的參議員 講過兩次 但沒有人在跟著他了 這個叫左層正九 但是核子動力潛艦 我現在有點擔心 因為日本維新會 那個很右翼的這個日本維新會 是很支持這個idea 然後呢我現在覺得安倍派他們對這個態度 是不是也會有鬆動 那可是岸田的這個態度是比較清楚 所以短期內他不會一下子 蹦到這個百分之二了 那也不會說一下子進入到 進行到核子動力潛艦 或者是中層彈道飛彈 當然更不可能 因為那個會引起這個不 不只是中國北韓也會極力的 就是說警告 是 那等於是某種程度 惹禍上升 惹禍上升 對 所以日本的這個等於說態度做了一個轉變 然後加強美日安保 但是還是有他一定的這個局限 對 而且他的這個軍費拉高 應該還是他的一個趨勢 只是說時間早晚而已 那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臺灣這邊倒挺熱鬧的 有志你看到多位都是前官員來 包括有這個是前日本防衛大臣 前防衛副大臣 參議院總務會副會長等 四位眾議員 聯美抵臺訪問四天 當然見蔡英文賴清德 還去國安會 國防部等等 那麼要討論是否屬於安倍派 關注臺海安全 那麼另外這一頭 你看到也有什麼澳洲的兩位 兩位前國防部長來到臺灣 然後呢還由蔡英文總統接見 那麼拜訪國防部智庫之外 還密會陸委會主委邱泰三來討論 亞太以及兩岸的局勢 關切臺灣的不對稱戰略 還談一個多小時 到底是來做什麼的呢 應該就是一些外交辭令上的運用 你自己看 之前我看過 那個大陸的軍事網站 他在形容日本跟澳洲 現在像兩個螃蟹的前行 兩邊 那美國就中突破 日本就是靠虛赫 不然就沖繩 變成軍事港 對不對 澳洲美國之前印太戰略 以後點名 達爾文 以後你就是一個未來在南部 你要幫我 美軍的新的基地 還投了三十幾億 不是在裡面 那變成一個前行 那這兩個既然是美國的馬前卒 那戰爭時候還沒用到 問題是現在賠洛西的議題 要來了 難道我不用去幫忙一下嗎 所以你看這些日本 澳洲的 我覺得比較簡單 那來的就是 就無非就是幫美國宣傳 整個臺灣問題 臺灣焦點 一定是這樣 那澳洲 但日本的這些 我去看了一下 因為日本在安倍過世之後 他的派系一直在在整合當中 到底誰會取代安倍 那兩個目的 第一個一定是跟澳洲一樣 當美國要炒作 佩洛西議題的馬前卒 對不對 我至少先來這邊炒一番嘛 我先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講一下 然後臺灣問題 然後還特別跟蔡英文講說 我們來討論的是 我們兩國安全啊 我們用議員的身份 第二臺灣有事 我們要談什麼啊 不過之前也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但是這個所謂這個填石破帽 他現在在日本的派系的位置裡面 如果我大概以這樣子揣摩的話 因為比如說民進黨現在執政黨 對不對 他的位置比較有點像是鄭國會 就他不是現在執政裡面 像如果像他講到民進黨 那你講英系第一個 對 他不是那個當紅派 不是那個當紅派的 如果大家想說 如果今天是比如說陳明文啊 或者是誰去日本 這蔡英文的那個帶來訊息的 小英男孩 小英男孩 那個大家很make sense 就知道這個一定是 但是他比較像是林佳龍 這填石破帽不是那個執政聯盟 非常接近的派系 再來這個刷個存在感 我覺得倒沒有這麼的讓我覺得 哇 好大咖 確實是大咖啦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論到說 他是核心 是日本現在當紅派系 我覺得也還好 你覺得林佳龍跑到那個 不要說選新北 林佳龍現在在臺灣 有什麼地位跟咖 所以是怎樣 就是來聊天的嗎 至少要刷個存在感 就在派系裡面覺得說 我跟臺灣也接觸到 我也能夠發一些話 講一些權利的事情 不要小看我們這一派 我覺得到底會引起 不太大的聯誼吧 好 不過其實對日本來講 其實這個北韓當然是個威脅 那麼北韓可能會展開 從二零一七年以來的第一次核事嗎 北韓的媒體就是說 金正恩宣告 準備動用核戰 合作力量用在於美國發生的任何軍事衝突 那你知道金正恩就在罵美國 說美國根本就說一套做一套 還有呢所有的武裝行動 誤導為挑釁威脅 然後還說另一方面還舉行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是嚴重威脅 我們的安全是搶劫 然後北韓已經準備好要應對與美國的軍事對抗了 可是就在旁邊的這南韓緊張了 趕快造艦 造神盾驅逐艦 叫做鄭祖大王號 二十八號下水儀式 說這個軍艦可搭載探測追蹤 攔截敵方導彈的最新戰鬥指揮系統 所以南韓也緊張 日本也在觀察 但是北韓真的有可能有任何的動作 甚至是合適嗎 大使 北韓前一陣子做了一個事情 我覺得跟他的後臺老闆有關 他承認這個頓巴斯 是兩個新獨立的國家 可以外交成立 是 所以後來這個烏克蘭就跟北韓斷交 北韓最近幹的事 那北韓為什麼會這時候冒出來 普丁叫他 叫他表現一下 後臺老闆是普丁 後臺老闆叫普丁 所以現在韓韓因為政局換 文在寅跟這個 尹徐悅 兩個路線完全不同 這是完全親美 另外一個是韓國民主主義派 他走自己獨立的路線 要希望兩韓尋求和解 最後還是尋求統一的 那跟這尹徐悅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金小胖 他基本上他在觀察 他在觀察 然後什麼時候出手 然後這時候俄羅斯前一陣子 叫他辦了件事 辦得還不錯 那現在在東亞的話 頭號打手就是北韓 在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就要看什麼時候 叫他該出手了 該搞個盒子釋報 或怎麼樣玩大一點的 那他就他就他就得到暗示 可能不明示 他可能就會動 那所以他一方面看這個南韓的情勢 美國的動作 然後後面他還有老闆在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直伏太久 要不然他就沒有存在 沒有存在的話 其實是蠻危險的 在這個時候 沒有聲音沒有存在 那你就看影音樂一個人表演 所以我覺得他正在等時機 然後玩大一點的話 就是搞個盒子釋報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前一陣子該玩的也都玩了 那個洲際飛彈 韓國可以打 北韓的洲際飛彈可以打 一萬兩千公里 那是相當可觀的 那就是說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我光有核子彈有什麼用 我打 我送不過去 他現在具也有 對 而且他還有超高音速 所以我覺得金小胖還是高手 他大概等到一個時機 就要出手了 對 但是什麼樣的時機呢 是俄烏戰再一波嗎 因為他背後 如果說大使講老闆是普丁 或甚至是這邊 有印太的局勢出現了什麼樣子的變化的時候 那他就伺機而動嗎 老師 北韓真的是難以預料 難以預料 令人捉摸不定的競爭 我們關注了他二十年以上 是 他真的就是一個放養的孩子 但是呢手上拿著核子武器 還真的是核子武器 已經確認就是說連續事報到達清淡級的 但那個是二零一七年了 最後一次 第六次 所以會不會有新的一次 我覺得不一定需要了 你想想看印度巴基斯坦在一九九八年之後 他們就不再做核子事報了 核子武器就是證明你有 然後你在發展就是載具投射的這個系統 然後維持了一個就是核武的戰略的 嚇阻的這個能力 那你就足以自保 但是傳統的就是說這些武力的 這些部署跟這個衝突事件 還是會出來的 所以北韓應該我覺得 他會持續的在做這些彈道飛彈的 這些試射 那這是等於是一種嚇阻 那但是你要是他再做核子武器的 誓報 因為上一次二零一七年之後 他就遭遇到包含中國大陸的這個制裁 是 那現在來自於中國 這些制裁都已經緩和下來了 可是日本 美國 韓國對他的制裁 還是維持了一定的這個程度 所以你再做核子事報 就不利於自己本身 那核子的嚇阻已經達成了 那我覺得其實應該他現在思考的 新小胖真的還有很長的時間 是 是 對不對 第一個他想他的健康了 對不對 第二個是他還是要想想他這個國家 那經濟怎麼樣 建設怎麼樣 那旁邊不是一個很好的就是說模範嗎 那但是呢 某種程度他自己先要表現出一定的可備信任度 雖然這個我去過北京參加一些會議 在北京的韓國的專家 通常都是朝鮮族的 大部分朝鮮族 也就是都是來自於東北的 他們對北韓的瞭解事實上是很滲透的 所以我覺得北韓應該要稍微自己要思考一下 但是呢他還是整個東北亞最大的危險 軍事的威脅來源 是 隨時還是會讓大家覺得是有威脅感 那他只要保持這個溫度就夠了 對不對 動不動 對喔 動不動就出來嚇唬你一下 然後南韓就出來說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神盾驅逐艦來了 我覺得我發現我最初最南韓的新聞 不太信任你知道 比台灣還不可信 你看這些東西哪一個是真的 今天不是發最大的新聞是 波蘭又給他採購了幾十億的什麼軍火 一看就全部都代工的啊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